今年休赛期有不少关于明尼苏达森林郎的传闻出现,不过多数都是不利于这支球队的消息,先是巴特勒因为不满球队年轻球员打球的态度拒绝提前试约,然后唐斯英担心好友被交易,也拒绝提前试约,从而使得明尼苏达森林郎队在球队演员问题上显得十分的被动。 而这个夏天随着詹姆斯加盟了胡人,乔治续扔了雷霆,考心思决定去勇士抱团之后,可以说下赛期的西部竞争会更加的激烈了,于是森林郎终于坐不住了,所以西伯度把他以前在公牛队成功的那套班地直接搬到森林郎队,而胡人好像瞄懂了森林郎的意图一样,也恶意做这个顺水人情。 所以就才掉了公牛时期西伯度的爱将凳,毕竟现在的凳已经不是公牛时期,那个外线的放手大闸了。 上赛季,由于胡人主要的目的是锻炼新人为主,好在未来的几个赛季,来吸引自由市场的大鱼。 所以可怜的邓仅仅为胡人出战了一场比赛,然后就被打入了冷宫,交出了出战13分钟,2分一助攻的彩蛋数据。 邓的迅速堕落让人大跌眼镜,要知道在公牛的最后一个赛季,好歹也有场均19分的表现。 就算在热火的最后一个赛季,也是场均12点3分。 自从和胡人签了一份大合同之后,邓的赛场表现就成井喷尸下滑,而是在明年自由市场的胡人当然要着急处理这份垃圾合同。 依照邓的情况,是很难有球队愿意接纳他的,好在他,有个曾经造势的森林郎,邓作为公牛时期西伯杜的爱将,在那只鼎盛时期的公牛,还是给了西伯杜无限的美好回忆的。 于是他来到尼尼苏达之教后,就有意的把那只公牛的主力球员西纳进球队中,先是吉布森和巴克勒,然后是罗斯,上赛季季后赛的罗斯证明了自己仍然有争战NBA的能力。 很多时候的突破依旧有当年那个封城玫瑰的风采,西伯杜也从中尝到了甜头,于是在等被胡人买战之后,森林郎就成为了等最大的钱在下家。 话说西伯杜对当年那只公牛的喜爱程度真是不一般,现在的森林郎队中已经有了三名当时公牛的主力球员,如果登加盟的话那就是四位了。 再加上远在尼克斯备受欺凌随时可能被买断的诺昂,西伯杜还真的有可能直接把当初公牛的主力阵容直接搬到明尼苏达,让明尼苏达森林郎队变成明尼苏达公牛队。 我个人是弄不懂为什么那只公牛的球员会对西伯杜如此的尊敬。 西伯杜是从范嘎迪,虽然在防守上伸着范嘎迪的精髓,但是进攻和用人上和范嘎迪都有一样的毛病。 进攻端依赖球队的巨星,用人上把主力王子利用。 当初姚林虽然在放干比手下成为了联盟的顶级巨星,但是同样因为过度的使用造成了职业寿命的明显缩短。 公牛时期的罗斯虽然也在西伯杜手下成为联盟最年轻的常规赛MVP,可是要知道这都是用超高的出场时。 今换来的罗斯巅峰时期的那几个赛季里,他的场均出场时间都是在37分钟以上,所以不得不说封城玫瑰罗斯的过早凋零,或多或少的和西伯杜的过度使用有关。 上赛季这只年轻的森林狼队里场均出场时间到达36分钟的球员,有三位分别是巴特勒、唐斯和维坚斯。 后在唐斯年轻,维坚斯打的是养胜篮球,而巴特勒就没那么幸运了,马上就要度过29岁生日的巴特勒,在常规赛关键时刻的受伤,让这只年轻的森林狼又掉了一年的学备,本来到手的季后赛主场优势。 最后因为巴特勒的受伤捧手让人了,跌跌撞撞的闯进了季后赛。 奈克赛季后赛第一轮,面对的是哈登和保罗帅林的火箭,结果也是可想而知。 不管怎样,如果登真的加盟了森林狼的话,希望西伯杜在用人上会多一个选择。 不要一个劲,没把那群旧狼载往死里用,毕竟已经有了罗斯的前车之剑了。 上赛季是森林狼后加内特时代,时隔14年重新进入季后赛,也让人看到了明明说的这座寒冷城市的希望。 希望在新赛季里,西伯杜对于这群天赋异禀的年轻人且用且珍惜,不要再毁了下一个,能成为巨星的苗子,坚持日更。 喜欢的朋友记得多多关注和支持,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,文章原创,图片,约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您细删除。